好 這一場來講的話 我們快速的看一下 就是法路特的啟動方式 我們這邊一個右手的法路特搭配到一個龍武裝甲之後 直接法路特進化 假要貼慶頂的響驗 盛驗 就可以直接滿足到這個三次了 這就是法路特惡性的地方了 秒 勸對了對方 皆さん ようこそ 我是渡輸 歡迎收看今天的牌組分享時間 今天要介紹的牌組是 加加武裝龍 好 那我們在開始的牌組介紹之前 請先幫我點個喜歡 可以大大幫助到我 平常我禮拜二跟禮拜四晚上都會固定的聲波 禮拜二的話可以聽我練唱或者是跟我聊天 禮拜四的話會有一個節目叫做薯條 加長時刻 可以來聽我跟伊斯的朋友尬聊喔 好的 那我們回到牌組本身 其實這次的龍族啊 真的堪稱是下水道的職業之一啦 算是環境中的孤兒三本柱 那我個人是認為 以舊的體系來講的話 反而是武裝龍族很像 有比較保證的勝率 而且他其實在加到一些新卡之後啊 他是這個節奏啊 還有就是整體強度是更為來的強的 好 那整體來講 還是以武裝的龍族構築為主啦 那很明顯可以看到就是 為了防止讓自己斷牌 所以是選了很多很多的奇力夜 除之外來講的話 我覺得有一張牌才是這一套牌組的MVP 就是慶典的饗宴 有了這一張啊 你可以直接手動點夾夾 不論是點給這個珠熔劍士 直接多抽一張牌 或者是在大概六費的時候 先讓法魯特自己進化 或裝一個武裝 他可以恢復兩點PP 你都可以再點兩張的那個慶典的想像 開出這個無敵條件的這個法魯特 都相當的厲害 除此之外在現金環境當中啊 如果你遇到的是 對面像是怨靈啊 或者是遇到結晶 你只要能夠就是提前去開出滅監夜龍 尤其是對到怨靈 你只要能夠開到防禦形態 對面怨靈是幾乎過不來的 而遇到主角來講的話 你就是要儘可能的 在他進入到七費之前去收掉他 當然也有一些選配牌 可以用來專門搞這兩套牌組 等等的話會減少 牌組過頭方面來講的話 就非常的死板啊 以希臘留牌方面來講的話 就是儘可能去找到所有的 會給你武裝的卡 那當然你也要記得一件事情哦 因為在後期的時候 可能會需要就是滿足條件之後 去Say到斬殺 所以我通常都優先先去打比較高費 然後打一樣傷害的從者 像是戰貓蜥蜴 用來結任武術 除非你能夠準時做到 滅滅一點龍才會去適當的賣掉 這個順忍龍忍啦 不然的話我都會希望 順忍龍忍是可以滿足到這個 這個效果 然後在後期之類二費打三 會是一個比較有效的斬殺 剩下來講就是你一定要記得 每次在下沒有武裝從者的時候啊 要給他穿上龍武裝甲 這樣的話你無論是要開進攻模式 全場一個buff 又或者就是要結任武 都相當的有幫助 如果一卡或是你一掃打 然後後期時也要記得穿 如果一沒穿到之後 你可能就會因為這個失誤 而沒辦法帶走這一場的對局 好那大致上這個樣子 盡可能去拚到就是解釋次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可以選配牌吧 畫面上顯示的這八張牌啊 就是可以選配牌 首先我們重複出現的就是 我絕對可以提款牌 像是珠蓉劍士以及奪獵之鵝都可以嘗試去換掉 其他其實也是啊可以去調整他的數量 主要會從可以抽牌從者去做一個下手 那我們先從1費的開始喔 漫遊哥布林是主要是用來解1費的任務 有時候你可能要在4費的時候做到一個3加1的武裝離場 這時候你有多餘的1費才可以去這樣抽 不然的話你整套牌組就有戰隨龍人 你可能就抽不到就無法去做到提前一回合開出4次的離場 再來就是2費選擇來講的話 可以順便幫你過牌了賦與蜥蜥給他穿到武裝 也是蠻不錯的算一個還蠻通用的基本卡 還有就是他重生的龍騎士 這張會主要選擇的原因是因為他在後期時 會因為覺醒狀態而獲得即時的效果 那如果你去搭配到這一次的新卡 黑長之慢法徒特與米莉亞姆 則會讓他獲得加了加了 你可以做到一個更高的打點 而如果你是可以最8PP值為10以上的話 他的打點又會再更高 除此之外他也可以主動進化 然後去做到一個撐場的動作 還有就是防止卡場的武裝卸除 可是我自己是覺得沒有到特別的好用 那會比較好用的情況就是去回首那個順忍龍人 再者有些人會放這一張的一爪龍人 來做到一個覺醒之後 可以額外做1費打3的一個打點的從者 可以換的就是考慮把那個齊麗也可以換掉 齊麗也可以只留有一張 就可以放這一張來玩 我個人是認為可以意外起到一些蠻不錯的功效的 好的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對戰的部分喔 首先第一場對決我們對到的是主角 好那其實如果你主角真的慢慢遇到的都是可以考慮多放一點躲地之惡 至少他在開完聖輝 不是聖輝一件事 他開完真的之後的那一波 你可以直接請他是躲地之惡 讓他全場都變得非常的低功 除此之外來講的話好像都很難解 對啊 那一吸頭流發方面來講的話 我會盡可能留下低費魯磚從者 一費可以直接開龍武裝甲還蠻不錯的 龍之裝甲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在二費的時候直接 去拍格尼姆尼爾或者是龍武裝甲配到 這個珠龍劍是 珠龍劍是優心啊 畢竟這個是滿足離場之後會有額外的效果 那我們等等三費啊 又可以再拍出 戰毛蜥蜴 前面我所說的嘛就是 如果你確定會進那個秘境燕龍或是準師 可以解到 在五費時就解到四次 我會優心的把這種比較高費給拍掉 因為這個在後面是比較低費高攻的打點 先把他給留下來 所以版本真的不用期望就是用戰場來獲勝 所以我們這裡離一離二嘛 所以四費的時候剛好就可以滿足四次的離場 那就是 珠龍劍是這個來下去 然後抽一張牌 再搭配到就是說 多拉格尼爾 因為孫德龍龍可以做額外的傷害 這裡滅尖夜龍準師的進來了 打怨靈死啊 你可能會覺得說 這套牌子我前面有說 打怨靈還蠻好打 但是你只要沒有辦法做到五費開防禦模式 或六費開防禦模式打怨靈死 超級難打 他假如先曝出假面王魂 一排假面王魂 有等你收 對 那我們這裡就是直接 撞掉之後滿足的次數 滅尖夜龍下來之後 右手還來戰錘龍人 你知道這裡是怎麼回事嗎 直接爆破魔式 選起來之後回兩點PP 搭配到旁邊兩張戰錘直接 錘下去 而通常 這裡就是考驗他到底有沒有錘轉 搭配到藍寶石祭司了 如果他沒有 我們就贏了 如果他有我們就是慢慢在打 首牌中還有順刃龍都可以去做到額外的三連打電 然後再進一戰並進一龍我們就可以斬殺了 對面 果不其然有 錘轉加上藍寶石祭司 藍寶石祭司 然後再把我全藍給掃光 好餓好餓 所以有沒有發現我很快就要斷牌 因此這號牌主才選擇那麼多的奇力眼 奇力眼先進來之後 直接進化點用一飛去過到兩張牌 再打敗到 這裡 順刃龍人 其實我這裡應該要去 就是 這隻撞掉然後去撞 然後我之後是選擇做這個 龍錘碎級 那實際上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做斬毛星祭一再好一點 對啊 我應該要先撞了 哈哈 因為我那時候想的是我要趕快過牌 所以我才會最後壓著那個躲獵隻了 好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是龍武裝甲可以先下 以防我等等忘記 當然我可以先下兩個 還有就是 有一種情況下來講的話 就是你已經 有兩個重者或是三個重者的情況下 你不要把這個龍武裝甲直接鋪滿喔 對面會直接惡意卡場 這個只是 我自己也習慣的打法 但其實最理想來講的話 你龍武裝甲不用先下 你可以等到下一回合確定你再下 那因為我們已經確定會做法魯特 所以這裡就是 直接三杯的龍武裝甲搭配到法魯特 法魯特急死之後是七一弓在那邊到戰毛 心意去補足最後的三弓 這一場 就可以直接帶走對方囉 好 搭配到 法魯特 進化 好的 帶走這一場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場對局對倒的是龍族 龍族應該現在就是武裝龍吧 出之外來講的話應該很少人會去玩那個進化龍族 喔還有那個巴哈龍啊 但我在現在環境也看的比較少一點 以這個騎手遊玩方面來講的話 既然你都考慮要放跳飛了 那我就還是會留 那當然有些人是玩沒有跳飛的 我自己是覺得說還是可以考慮跳啦 那既然我都留我們二費還是直接給他跳起來 一費沒有去抽到這個 戰錘龍人是有點小傷的 但也沒有辦法 我們這裡直接龍之騎士跳起來 那接著的話我們四費很尷尬喔 因為沒有辦法去做豬龍之類的東西 豬龍還要去穿到裝甲才會比較理想一點 所以我們這裡就是 戰毛蜥蜴先下來之後要稍微解 因為對面壓力已經做起來了 所以戰錘龍人給他下來 等到有機會的時候我們再做龍之騎士 然後對面也再使用了戰毛蜥蜴 做到一個交換之後 再解火場 哇 對面也是非常的兇啊 然後我使用龍武專甲之後搭配到豬龍劍士 求一個文解所以我會選擇交進化點去撞掉對面的戰錘龍人 再使用到龍錘穗擊以及龍之騎士 既然你都帶跳了還是先跳吧 那注意一次喔 注意一下喔 這一回合的這個武裝 解的非常的慢 所以說我等等的話要考慮直接去主動送掉戰毛蜥蜴 才可以去開滅劍燕龍 對面齊麗也下來之後順人龍人 然後也是跟我換掉 西洋華內戰的順人龍人還不能就是直接點掉 能點掉的話我這裡就會更難撿 所以我們這裡龍武專甲之後可以先拍豬龍劍士幫我過一下牌 那除此之外來講的話 欸這裡就可以考慮要不要就是直接撞掉 因為如果直接撞掉來講的話我可以做多拉格尼也幫我回一點的EP 再用戰毛蜥蜴做到一個完美的爽解 完美的爽解之外啊 我趕快花掉這個EP嘛 我到時候可以用巴伊波卡爾來幫我大量的補牌 所以我要盡可能的反而是要去耗掉這個EP 而不是就是去拿到免費精華的手段 所以說等等下一回合啊 我會直接考慮做龍武龍武龍武然後滅金燕龍 不要讓滅金燕龍去丟掉我的龍武專甲去獲得那個免費精華的效果 好對面也是直接兇起來法盧特進化 哇 然後硬尻我的頭之後再搭配到龍槌碎擊 順弄人人直接再點一隻 我這壓力三刀只要7連戲了 所以我們撕必要直接防禦模式給他架起了 所以這裡 龍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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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滅金燕龍下來之後搭配到進化點選擇防禦模式 讓我的滅金燕龍成為一個最完美的滅金燕龍 直接進化之後再去做一個撞掉的動作 與此同時啊 這裡可以考慮做多拉 然後我想要再多額外加1加1 所以我會選擇直接再貼滅金燕龍 對 加另外一隻的多拉還可以幫我去禮場 然後過我一張牌 然後等到下一回合如果他真的解不掉我的滅金燕龍 我就會考慮拔一波直接吹起來 然後浮雲50%有加到我就會贏 那我也可以就是直接去送掉 進化送掉之後就一定會加到 超級快樂 對面是戰毛蜥蜴 搭配到法盧特 看起來還是可以完美的解掉的 哇 結果我還是沒了 那我們就只好使用躲雷直耳了 還是要解啦 還是要解 那最後啊 我是選擇直接空進化多拉格尼爾 要去滿足到這個 巴伊波卡爾的這個 呃 次數 但其實我已經夠了啊 那是因為我現在的EP有點多 然後最後再去跳這個 順暗龍人 額外多3點的傷害 這樣的話先把傷害打滿 我有機會直接 右手 然後對面也是滅金燕龍 直接進來之後 使用了爆破模式 但是我想說完了完了 他接下來的六費啊 只要拍 戰毛戰毛 3點3點 或者是戰毛順刃 或者是順刃順樂 我都死了 結果沒想到他居然想用滅金龍跟我PK 我就 看到就笑了出來 哇 他兩倍的滅金龍 還是打不贏我的防禦模式 太聖散了 太聖散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